三角形重心的运用 如图 三角形ABC中 注意F把BC线段4等分 AG比上AC等1比3 H是ABC线段的终点 要问哪一个点是三角形ABC的重心 首先我们必须要先来回忆一下说 三角形的重心的定义 它是三个边上的中线的焦点 那目前我们已经知道说 这个H是我们这边的 是AB的终点 所以CH是这一条AB线段的终点 那题目跟我说 这四段等长 所以又可以得到1的这个点 也是终点 所以A1线段 也是它的BC线段的重心 所以我们观察 A1跟CH会相交在利点 所以我们就判断说 利是三角形ABC的重心 那你看一下文字上面说明 如同老师说的 A1CH分别是BC跟AB的终线 所以这两条A1跟CH这两条线 相交于利点 利就为三角形ABC的重心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1个终点 然后再次看 我们就会得到1个终点 然后再次看